你 大王谁呀 你谁呀 小哥 借一步说话 不是 什么事啊 你干什么呀 这什么呀 我是那个张才主家的丫鬟 我家主子待我不好 我就偷了他们的精英细软 想做盘缠回老家去 小哥 正夜黑风高的 我也没地方换银子 不如你行行好 买两件 不不不 你这是脏物 我可不敢要 我真等银子有 半买半送 给多少都行 不行 你得赶紧给你主子还回去 要不然到时候报官 你可没有好果子吃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 你可不能上了这条邪道呀 小哥 你是不知道 我在那家过得有多苦 你知道吗 你可不敢 他们不让我吃饱饭 每天非打鸡骂 动不动 就用开水套 用棍子抽 用砖头砸我的头 我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 才想逃回老家去 小哥 我的命好苦啊 你可说话 你也太可怜了吧 是啊 下手这么狠 太过分了 这也太过分了 你看 现在还有疤呢 竟然对一个姑娘 下这么狠的毒手 真的很同情你 小哥 我想明白了 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主子东西 我这就还回去 好 还了也好 姑娘 千万别让他发现啊 保重啊 姑娘 这世上怎么有 这么狠心的人家 仗着有点银子 就这么对待下人 太过分了 这回总行了吧 我的布 我的布 我的布啊 你个天杀 你血迹打鸣啊 怎么了 染钢 染料 我 染线 我 染线的布 这怎么回事 别碰 这里面有腐蚀物 不可能 这钢染料 是我亲自熬的 怎么可能有腐蚀物 对啊 我昨天一直在眼儿 守着呢 这怎么可能啊 霓裳 你怎么装有腐蚀物的 这好端端的布 都破成这样 一定被偷了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绿繁油 绿繁油 那可不是 是 绿繁油的腐蚀性极强 都可腐坏坚硬的物品 更何况这麻布 那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啊 我前半夜 一直在这儿守着 我就后半夜 才睡了会儿 难 难 难道是 难道是什么 昨天后半夜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有个姑娘来叫门 说是从家里 偷了一些细软药卖给我 但是不可能是她呀 她一直哭得特别惨 而且就在门 这一看就是来拖住你的 她一定有同伙